一直以来,因为梅西初类打水的球技,让他在球队于更衣室有无于伦敌的话语权,因此有一种说法是梅西在阿根廷对一手遮切,诗毒流。 这个说法得到了阿根廷前足协主席阿尔曼多佩蕾斯的肯定,在接受阿根廷奥莱报记者采访时,前任足协代理主席阿尔曼多佩蕾斯明确表示,阿根廷国家队已经毁掉了太多的主教练,至于原因,就是梅西、佩蕾斯暗示称,梅西在阿根廷对一手遮切,这种局面不改变,阿根廷对没有前途。 目前来看,阿根廷对出局后,最大的责任人,似乎是主教列方保力,他获得的争议最多。 此外,梅西队友也遇到了诸多质疑,认为他们的表现无法,跟上梅西的节奏。 作为核心的三界世界杯,梅西在2010年表现稀松平常,2014年则功亏一篑,2018年显得力不从心,问题究竟在哪里? 显然,目前来看问题的与教练,无论是马拉多那海,是桑保力,包括这期间阿根廷对各式教练,最终都为门工长身退。 他们为上梅西作战术,似乎没有什么获真正的回报。 为此,佩雷斯之言,既然我们请来了一位主教练,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国家队的老板,是老大。 一直以来,我都是这么要求阿根廷国家队认主教练的,佩雷斯言下之意,那就是阿根廷主教练不是老大,是傀儡。 佩雷斯继续攻击梅西,我曾经明确建议巴乌萨,不要总是听梅西的。 但是在阿根廷国家队,梅西总是会像一名主教练那样做出一切决定。 当然,佩雷斯也承认,他对梅西本人没有意见,但认为这样的情况不正常。 但阿根廷队内部认为这样的情况很正常,不过,阿根廷队忘了没有梅西的球,对战斗力如何了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